1857,你剛才也說到它有一個很大的射擊智星 整支射擊智星在做大分出論性勢一定是最強的 短線來說,看看你有沒有貨的問題 以我那些很有限的技術分析 射擊智星是一個代變格局 不知道它接下來的方向 有機會見頂 但老實說,一些真的很強勢的股份 可能根本就是商品市場主導的 你看圖表上,沒有什麼意思 那些新行元股出現過無數次 射擊智星也看到 結論就是長勝長有 所以看你是投票派還是基本因素 我覺得當時你的東西混合在一起 你用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們就是說,如果你是資源股、商品股 短線,哪些會相對比較強? 即是右股 右股現在說,有很多分析員就是 擔心伊朗的核協議談不上 整個石油出口又有機會受破壞 大家有些人看過波蘭特企由充到80元這些位置 所以基本面支撐得到 短線的商品,哪些價格有機會最落口 有,是相對地叫做比較OK的 大家不會擔心OPAC增產那些 但是看圖表上面有一個頂 我就看看你什麼位置買 我覺得最遲最遲 如果他沒有貨,他說現水平買 可不可以呢? 只能夠不划算 3.4做止洩 那賭到3.8-3.9 最樂觀是4元 不划算 所以我覺得可以少住 我覺得整支石晶可以去接 那些都不是一個很好的行為 你相反如果有機會回到 可能沒有貨可以回到3.5元才想 我覺得看定點會比較好 但又是那句 如果你手頭上真的什麼資源顧都沒有 都是要立快一點 會安全一點 坐下沒有壞的 假設你不幸這些位置高追 搜到手下有機會搜到的 甚至說剛剛開市而已 下午如果旗遊突然間炒起了 他又衝回去3.7 那個圖就很漂亮了 現在這些位置買了就好 所以這些個案 我覺得最終結論是討論 你的持倉比例是欠了什麼 就不是只是短炒的 短炒是看圖的 看圖上面 你只是在駁它 微收市 你也可以駁的 那就以3.4做指示 不算很高直駁率 我只能夠這麼說 但直駁率高 有時候就說未必有上網空間大 所以有時候要衡量化 我覺得8.57 你真的完全沒有資源顧在手下 我覺得可以買的